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Daddy 媽咪又到了Marble天地的時間 我是Meva 梁卓善棉花 棉花今天跟大家說說繪畫 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基本上你給紙我也好 或者我有時在桌上自己畫 迷頭迷腦在畫畫 其實在畫甚麼呢 回想起來忘記了 原來畫畫真的有很多 無論是色彩方面 線條方面 技巧方面要學之外 最重要原來是說內心 我們今天也會說說雙手繪畫 究竟是甚麼呢 我們邀請到見老粗教練Dennis 跟我們講解一下 再次歡迎Dennis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話題講雙手繪畫 跟我們真是 我是單手繪畫的 為甚麼我們要學雙手繪畫 或者這樣講法 單手繪畫 即是你用單一邊腦去做 而雙手繪畫 我們會用我們兩個腦 一起去做這個exercise 為甚麼 為甚麼這樣講法 因為我們會基於 我們現在本身的健律書導師 我們會在健律書裡面 有一個叫Double Doodle Double就是雙手 我們會用對稱圖鴉 而這個是刺激我們兩個腦部的活動 我們同時用雙手一起做 我們會發展我們的空間感 和我們腦的互動溝通 這是挺好的活動 我知道 因為我們早幾集的時候 都會有講見老粗 沒錯 有些動作就是兩隻手一起做 沒錯 或者我見過有些動作是再進階一些 可能一邊就畫圓形 一邊就畫三角形 那些 搞得我呢 我也不知道怎樣 要慢慢去練 去揣摩 而雙手繪畫 是否兩邊都要在畫紙上 畫同一樣東西 還是可以畫不同的東西 即是這麼說 我們本身要去做對稱的東西 我們會先畫一些對稱的邊 畫到一個比較好的階段 我們才會上傳到可以同時畫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是說會訓練你 而是畫不同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 我們純粹是刺激你的腦部 去做一個運動 而發展我們視覺和手的 手眼協調這個運動 嗯 視覺和手的協調 沒錯 還有大腦那裏協調到你 因為他要指揮指令你 沒錯 要看上畫紙畫三角正方 還是點點 就是這樣 會不會初學的人 會不會真的挺亂俠的呢 其實不會的 因為其實我們會有一個最基本的 其實我們會做些甚麼 你找兩支筆 兩支筆當然我們要提示 大家要去兩支不同顏色 或者不同大小的筆 接著我們會做些最簡單的 例如做些甚麼簡單呢 開始用點 點點點點點點 接著我們會做不同的線條 我們會一起 令到自己畫的平衡度先 慢慢慢慢發展 我們才去做其他 其實基本上我們要 令到我們兩邊腦去 或者要踏了這個馬達 活動了 接著我們會在紙上面做 通常我們會說 你不記得我上一陣子 叫空間禁 我們會在空間做圖形 畫完之後 接著再在紙上面去畫 其實為甚麼這樣說法 因為我們在紙上面 我們會用不同的色彩 或者我們不同的力度 或者用不同的顏色 都會表達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左右腦的協調 沒錯 因為應該是左腦 就是右手 對嗎 沒錯 我現在開始捏條 慢慢來 所以我要做多些肩腦措 所以我就說 畫圈圈 交叉那些是搞不定的 所以如果學會那種雙手繪畫 可以令到我們全腦都可以開啟到 會不會算是 對 即是我們用雙手繪 我們是全腦之槍 意思是我們會用兩個腦 一起去看這件事 而去給我們一個回饋 回饋我們 如何去做個反應 去畫一些畫像 另外一句說 表達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用很多種的東西可以做到 對 最後就是外出 沒錯 這個畫紙 你就是輸出了些甚麼呢 就是你自己心裏的情緒 沒錯 稍後我們會再說得深入一點 沒錯 現在我們就說一下技巧上 好 我們協調到我們自己的腦 眼睛 手 對於我們日常生活 又有甚麼幫助呢 其實日常幫助很大的 例如我們 尤其是小朋友 有時我們會用 拿起或者用一枝筆 會有壓力 因為發覺小朋友寫詞 不想寫 其實基本上是有壓力 所以我們習慣去用一些 其實我們都要開心的 我們開心的時候 要跟他畫一些圖畫 或一些文字 或者基本上 我們不是要叫他寫詞 我們在一些技巧 開始熟練了之後 覺得舒服了 舒服了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學習是因為我們情緒 而在裏面 我們覺得原來 學過玩的 原來情緒是好的 或者覺得舒服開心的 我們開始慢慢進去裏面 去學習寫的 所以這個是對我們幫助 首席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即是讀書那方面 是有提升到 還有專注一點的 可以是 專注力很厲害 沒錯 我覺得要高度集中 做這件事 沒錯 所以你不自覺 你會一起做 原來我兩個腦 一起去做這件事 你專注在裏面 你習慣了 原來做一件事是舒服的 其實為甚麼這樣說 當小朋友 當你或大人 你覺得舒服 你會做得長些 如果他覺得不舒服 做兩件事 你就會守 你會走 你會走 或者你的靈魂已經去到哪裏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訓練 所以在學的模式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都是右手寫東西的 當然有些是左手的 沒錯 今天是拿筆的時候 有些同學已經用左腰 沒錯 但九乘九都是右腰的 沒錯 所以當我們學的時候 是一定要兩隻一起動 還是訓練這隻就可以了 訓練我最少用的左手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是兩件事 即是我們 我跟他講 我們是兩個腦 一起發展的 所以我們是同步的 我們不會單用一個腦 我用左腦 這樣做 其實你很快就累了 我只是用右腦 你很快就累了 你回去用兩個腦 一起 你那個時間 或者你會用得久一點 這是一個訓練 所以大家覺得 我只是發展左腦 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不用兩個腦 兩個腦是你的 那你現在有空 不如兩個腦一起發展 做那件事 我覺得會試半功倍 嗯 而學習當中 老師就會 首先 叫你模擬在空中 好像見到粗一樣 是的 也會先做一些動作 沒錯 才再下去 筆壓止 沒錯 沒錯 其實在空中做之後 這麼說 你對一個空間感 空間感很重要 你說做完這些運動之後 你才將你在空間做的事 落實在籽裏 慢慢一號一號一號做 例如我剛才說 有些畫 有些畫 會是點點點點 其實裏面有很多 我解釋的話 你點點點點 對我們的身體 也有很大的感覺 你點點的時候 你整個人 獨獨獨 是有拍子的 獨獨獨 或者如果你開心一點 你可以開一些音樂 或者兒哥 或者其他音樂 然後獨獨獨獨獨 或者你說 背多分 獨獨獨獨獨 可以配合 你可以繼續這樣 因為其實 我們會是一個 你會覺得開心 還有一個音樂 你可以裏一些很開心的 跟著拍子去做 做做做做 這樣點出來 或者你用一個剔 或者做其他不同的線條 或者可以用大 或者是幼的 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不同線條 加上不同顏色 可以表達到一些 你的意思的東西 所以畫畫都有基本功 沒錯 那究竟什麼線條 代表什麼感覺 就是透過畫畫 那種線條 帶出來的 我們先看看這些圖畫 剛才所說的 點點點點點 因為很多小朋友很喜歡 點點點這個動作 沒錯 很開心的 有點的圖案 還有我看到這一幅 這個是所有組合不全都可以 看到了 看到了 它有一些 菌圈 菌圈 基本上 你發覺寶寶仔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畫一些圓形的東西 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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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是人的 基本上喜歡圓的東西 嗯嗯 接著下去 你會在旁邊 有些線扇射 扇射 扇射 我們要扇射 其實這個感覺 你會說 你覺得這個感覺 噢 去了 然後這些東西 放出來 有些人會說 你扔扔扔 這樣 有些人會說 你覺得那種其實是那種刺激 我覺得我玩法 很開心 怎樣怎樣 接著你跟著拍子 我試過和一群小朋友 整個房間在那裡 啪啪啪啪 很開心 很吵 很興奮 這個很興奮 會刺激小朋友的聽覺 試過 什麼都可以做 等同我小時候 很喜歡打印仔 打打打的那種感覺 我們跟著見到這一幅線條 你看看這一幅 這個 好像單手畫 其實不是的 不像雙手畫 這個慢慢提升到 我看到那個學生 他畫的時候 是兩隻手一齊 畫下去 圓的 慢慢畫下去 然後慢慢點 這個 可以說多一點 你要看 究竟這個人 是怎樣去看 當時的心境 或者我看的顏色 配合 還有怎樣 看到很多基本的 我們基本功夫 下面黃色的點點 他都是用雙手點點點 只不過他用大力 勢力的慢慢點下去 還有好像很像山 其實慢慢都是 我們看到一些 剔的 剔的慢慢剔上去 慢慢做下去 其實這個技巧 慢慢下去 其實畫這幅畫 一個朋友來講 他基本上 不太會畫畫 但是慢慢慢慢 他自己 將一些景象 或者看的東西 慢慢配合 畫回去 其實可以看 你看他的基本技巧 慢慢加深下去 你可以跟著 再畫很多 因為我見另外 有些學生畫得很漂亮 或是畫海邊 畫沙灘 畫得很漂亮 還有例如畫一些 卡通公仔 因為他們都發覺 卡通公仔都是對稱 是 慢慢看到小朋友 畫得很對稱 慢慢畫 這是一個技巧 慢慢去增長下去 還有他自己發現 其實這個 很講述 究竟小朋友 是不是對藝術 有興趣 自己會發展下去 但是你說 我小朋友對藝術沒有興趣 其實不是 這個是幫助小朋友 還有視覺發展 還有手下協調 你當是這樣看法 其實相對 他玩得開心便可以 最終的目的 他可以真的抒發到 還有大家一起玩得開心 這是親自活動 不是只有小朋友 打低頭去畫 好 稍後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雙手繪畫 怎樣可以看到 小朋友的內心世界 又或者大人 也可以透過雙手繪畫 抒發自己的感情 很漂亮 潮流夜 熱滿夜 以前玩不少 讓我們的四哥 帶你們看清楚 遊遊遊香港 開開心心買美食 還跟嘉賓聊天 帶你享受一下 四哥帶你四位遊 你還不跟著你嗎 由漁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榮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韓國業都有漢馬功勞 你在哪些行業曾經出力過呢 我又在哪些行業那裡默默耕耘 透過各韓國業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韓國業 你不用錯過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家 生活的話 就關於我們健康 吃甚麼才能補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和大家說說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琪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好 繼續回到貓寶天地 Dennis 剛才我們看到雙手繪畫裡 有一些技巧 其實跟我們一般的繪畫技巧很相似 都是用線條去表達 究竟在這些線條 我們有看到有些很放射性的線條 一直線 有些圈圈 有些點點等等 對於反映我們的內心世界 有甚麼關係 話說這樣說 我想嚇到你 你覺得 開心是用甚麼顏色 開心是用紅色的 OK 憤怒呢 都是紅色 OK 都是紅色 舒服呢 舒服 我會用一些比較粉一點 輕一點的顏色 不舒服的呢 不省沉沉 OK 我請問一問 如果你是憤怒的時候 你會用甚麼線 用甚麼線去代表你 憤怒嗎 是啊 我會應該是很粗硬的 發出去的顏色 其實剛才你說了 剛才你說了 你演員 剛才說我們雙手固畫 所有技巧 其實代表了你自己的演員 每個人的演員都不同 不同顏色 因為有些人我覺得 開心是黃色 燦爛的 然後我會用紅色的代表 憤怒或者黑色 但是你說 開心是嗎 開心是紅色 分了紅色 那你會分不上 我沒問題 沒問題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每個人的演員不同 所以這個代表 這個是你個人的演員 所以說 我們不可以去評論 你空色 你不對嗎 其實不是的 有些時候我這樣跟你說話 等於說 你當你跟小朋友去溝通的時候 喂 為甚麼你開心是黑色 不開心是黑色 你是不是搞錯 其實我們不可以去質論小朋友 只是說 你開心是黑色 不開心是黑色的 那挺特別的 跟著問小朋友 你感覺怎樣 又直接去評論 因為很多時候家長說 我的東西 你就要跟著 其實不是每個小朋友都不同 你會發覺現在 有時候家長跟小朋友溝通 出了一個問題 你要跟著我 其實不是的 每個小朋友 有自己不同的性格 有些小朋友很開心 有些小朋友很文靜 你附我一個很運動人 小朋友很文靜 不喜歡間縮到他的運動 其實很慘 所以要視乎每個小朋友 等等 剛剛跟你說完 你不同的性條 代表你的演繹 所以我們會在相對話 有畫畫的人 他畫了不同的線條 或者不同的顏色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 你可以跟小朋友說 這幅畫很特別 說來聽聽 裏面有甚麼故事 但很多時候 家長一樣的提醒 家長會經常問為甚麼 我會這樣問我兒身女兒 她上次畫了一幅畫 有很多人仔 我問她為甚麼 你畫到媽媽就是我姐姐 畫到這麼醜 為甚麼 其實小朋友很惡言 為甚麼 她真的不會回答我的 是不會回答的 就算問大人為甚麼 你也回答不了 呆了 其實我們應該說 我們換一個語氣 問問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 因為小朋友喜歡說故事 用故事形式慢慢說出來 那小朋友會慢慢說 發生甚麼事 導致她有這個感覺 有這個看法 那你就不要問她為甚麼 如果她為甚麼 其實我也會死 問我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只是告訴你 那件事 一直發生到現在 我覺得感覺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 本身是那個人的感覺 所以我最多問 這件事是怎樣的 那她就會給她一個影像 看到 那你就了解到 原來這件事 背後有甚麼影響 到小朋友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 不要問你為甚麼 其實她也不知道為甚麼 只不過說 你真的說 發生甚麼事 你說來聽聽 那她就會慢慢慢慢 把這件事透露出來 那你可以慢慢去理解 究竟小朋友 她究竟是 畫這幅畫的時候 是為甚麼 你不要問你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是啊 因為等於自己畫畫 你書法完之後 其實你叫我解畫 我不知道 是啊 沒錯 你問我解畫 我也不會解畫 總之我的心 隨心而發 就是很自然地流露 小朋友更加 因為她沒有那麼多 外來的雜質影響到她 沒錯 她畫的東西應該是很直接的 但是怎樣 爹地媽媽從旁 去洞識到小朋友的心態 就要引導她 慢慢說她的感覺會是怎樣 是的 故事經過會是怎樣 慢慢去分析 爹地媽媽走 沒錯 爹地媽媽一定很耐性 因為很多時候 小朋友 她未說出來 你已經幫她說下去 根本她也不用說 很多時候父母很緊張 幫她解畫 很心急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這樣 你根本 小朋友 我覺得沒有機會說 你再說下去 她不會再說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小朋友 她不會回答你 然後覺得 你都說完了 我需要什麼說 不需要說了 媽媽 我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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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我想怎樣 其實她不會說的 所以現在很多小朋友 發覺 他們知道這個怎樣 發覺現在很有趣 那些小朋友 指一下指一下 媽媽知道要做什麼 其實 長大了 我就知道怎樣怎樣 不是的 因為我們學識 交通語言 要學識 所以現在 在那個 我們學習的古話裡面 其實我們很多話題 跟小朋友說 那我拿過話 跟她說 你裡面發生什麼事 她慢慢去 可能她會用 講古籍形式 說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這個不是很重要的 這個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被她習慣了 原來跟你說話是很舒服的 當她去到 或者是這麼說法 她成長到青少年期之後 她會繼續跟你聊天 因為覺得在她的感覺 保持著 原來跟爸爸媽媽媽 又聊天這麼舒服的 是可以保持著感覺 因為人的情緒 就是覺得舒服的 繼續 如果不舒服 就彈掉它 不理你 所以從小到大 就要鼓勵小朋友 多點跟你溝通 因為很自然地 帶過了很多小朋友 這一代 或者我們以前那一代 都是這樣的 不用跟爸爸媽媽說 因為她不明白 不用說 自己有自己的天地 但是爸爸媽媽當然想跟你 再進一步 很密切的感覺 就是透過繪畫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爸爸媽媽還要有耐性 記得 真的要有耐性 跟孩子慢慢的溝通 也要互相互相 互相 互相 互相互動 因为这件事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的 当人成长一路一路改变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那又怎样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以赖了 那你说卖吧 因为很多小朋友这件事就会跟你对抗 这些时候你说什么什么 没有了主见 比如说我觉得你要训练得适当的话 你说来听 你会觉得你是接下他的意见的 去听他说话的 那你会觉得原来是一件好事 因为亲子关系慢慢在里面 即使是培养的 不是一次过 好像买回一桶水买回一桶米 是好像我收集月水 一滴慢慢收集回来的 这个真的很重点 是一个亲子当中沟通的一种心法 也挺高深的心法 但是真的要做 不然小朋友形成了一个依赖 又或者对抗 就很糟了 没错 我们看看一些作品 如何透过双手绘画 又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的心态 而这个是双手绘画 他画了一幅人面 但我觉得像一只手画 其实不是的 因为 或者这么说 这个我其中一个学生 他画的时候是两手绘画的 你发觉原来 其实这个是个个人演绎 他说这个是个家庭 家庭里面 会看到左边右边不同的 如果我们看到 一边是男一边是女 他看到那个家庭里面 那个组合就是这样 他已经画出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说 他对家庭里面 那个组合是怎样的 这个是演绎了 他里面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说 我会再问他 你会告诉我 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他会慢慢慢慢 将里面的 其实这幅画的 背后的故事 慢慢说出来 他带动了一些 情绪出来 其实这个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是 你肯去画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看到 家庭说 画得不漂亮 其实我们不是说 美不美的 是说你自己的 出来的意义 你已经见到很多人 因为那时候 我叫他画家庭 他们画了很多 很开心 很开心的面孔 这个表达了 这个家庭是很开心的 有不同的面孔 他就看到 或者我看到 有些是 嘴这么大的 因为他希望 他表现到 这个家庭 是希望是笑的 开心的 已经是开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不同的人 和颜色 觉得好像很灿烂 和很光亮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很阳光 的感觉 看到它的颜色是鲜 很鲜明的 是红色的 有很多的 很多的红色 而且它都要画到 譬如这一幅 颜色也是很鲜明的 是啊 很粉彩色 你可能看到 家庭里面 其实有些人看到 家庭里面 原来有些 父母有些 有些样子 有些样子不开心 有些可以开心 你可能 你就会问 这个是谁 或者你会问 发生什么事 这个样子 那你就 跟小朋友聊天 或者因为小朋友 就会说 这个会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就可能会知道 原来 或者这么说 小朋友在学校 有些事发生了 那是在画像里 也能画得 可以告诉他 这个小朋友 因为旁边的 他说 猪女不和我玩 所以就不开心 原来他和小朋友 在关系里面 出了问题 或者你去留意 不是代表 你去关系 不是代表 你怎么和我儿子玩 不是一样 你可能 你可能 要跟小朋友 你可能 有些事情 做了什么 小朋友不理你 慢慢去 聊天 说下去 小朋友慢慢去 表达自己 原来我是有些事情 做了 那么这个 增进了亲子关 因为那时你的亲子关 就是你要去 和他互动去说 有时候你画完之后 你陪小朋友看 我的幅画就是这样 那你讲 你的故事给他听 其实这个互动的 不是单单 小朋友你画 我看 我记得 不是的 是觉得原来 让小朋友知道 原来大家是相对的 你讲完 我讲回我的给你 那大家互动去成长 是的 所以双手绘画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机会 给亲子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也都是亲子一起去学习 不只是小朋友去学习 爹地妈咪更加要去学习 如何诱导小朋友 以及教他每一个成长细节 都可以一起去成长 非常之好 今天很开心 可以Dennis分享到 双手绘画的课题 让我们认识到 那我们时间又差不多 多谢各位朋友收看 那我们下集 妈保天地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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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